今天我们要来聊聊 我们生活形态里面到底有哪一些东西 会让你痘痘恶化 然后你又该如何预防 我特别会focus在吃东西上面 然后还有关于我们的睡眠 然后我们的压力 什么东西会让你痘痘恶化 其实第一个很油的化妆品 防瓶品 它会让你痘痘恶化 要千万要避免 然后第二个呢 这个东西 也会让你痘痘恶化 好 为什么它会让你痘痘恶化 是因为它很脏 我很少这样子讲电话 但是如果你今天你很常打LINE 或是你今天很常讲电话 然后你这样子放在你的脸上 这个上面这个面板 其实它都非常的脏 我看过研究指出说 每天你大概会碰2000次你的手机 然后我们手又是非常脏的 所以脏手碰脏手机 然后脏手机再碰脸 然后而且我们手啊 你常常也会抠脸 这个行为就是脸 手机还有手 这三个如果碰在一起 反正就是很脏就对了 就不要这样做 第三个就是 放在你头发上面的东西 也会影响到你的脸 你今天已经跟我讲说 我已经很少擦很油的化妆品啊 化妆品也几乎都不擦了 可是我为什么发际线还是会长痘痘啊 这边都还是会长痘痘 这个其实有时候跟你太爱用 就是发胶啊 发油啊 发蜡啊 好 或是护发乳 都很有关系 所以你今天你会用这些发品 任何会触碰到皮肤的 好 它都可能会让你长痘痘跟粉刺 第五点是你身上穿的衣服 好 尤其现在夏天快要到了 今天这件衣服 如果说 放在你身上大概十几个小时 然后你觉得你没有出汗 你身上没有体味 然后你明天 或是下一个礼拜再继续拿出来穿 可是呢 因为我们的皮肤 它还是会 每天会排出大量的这些皮屑啊 还有油脂 所以你下个礼拜再穿的时候 其实就好像是跟没洗脸是一样的 夏天到的时候 衣服你都应该 穿完之后立刻换洗 然后在大量运动完之后 也应该立刻洗澡 然后并且要把它换掉 现在要讲今天的重点啦 好 就是我们的吃的东西 我们所吃的食物 会影响你长痘痘的频率 跟严重程度 但是你不吃这些东西 或是你补充了什么东西 没有办法 治愈你的青春痘 治愈青春痘 还是得看皮肤科医生吃药跟茶药 整个身体里面有非常多的器官 皮肤是最大的器官 而且它是显露在外面的器官 例如说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我们肝脏里面 长了一颗肿瘤 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到我们的痘痘 你的皮肤如果不好 其实通常就代表说 你的身体里面也是处于一个发炎状态啊 身体比较机能比较差的状态 在吃的食物上面 当然就是一定要吃健康 不能吃高油脂 高精致淀粉 奶类 奶制品 也要尽量少喝 这个高油脂跟高精致淀粉 它们通常都伴随在一起 通常它都是加工食品 加工食品对身体 其实是真的是很不好的 除了对我们的皮肤有影响之外 它对于我们的脑 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那还有奶这个东西 喝牛奶明明就可以长高啊 那为什么喝牛奶不好呢 这些奶制品里面啊 它都有过多的这些荷尔蒙 像IGF这些东西 它会导致我们的 更糟糕的事情就是说 因为现在人他们 都想要减肥嘛 或是想要瘦身 所以他会喝一些 低脂的牛奶 有研究指出 它跟痘痘二化是有相关的 OK 刚刚讲说不应该吃高油脂嘛 这个我并没有把它完全讲对 好 其实油脂对于我们的皮肤 对于我们的脑 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重要的 好 所以我们要吃的话 我们不可以吃坏的油 例如说 凡是脂肪酸 然后或者是吃过多的那一些动物的油脂 而是应该要吃很好的油 要富含Omega-3啊 Omega-6啊 一些植物性的油脂啊 坚果类的油脂 这一些对皮肤才会比较好 我们今天有办法制造出 不胆固醇 有办法制造出 Fatty Acid 就是各式各样的脂肪酸 我们身体都可以制造出来 我们有两个身体没有办法制造出来的脂肪酸 一个叫Leoninic Acid 然后另外一个叫Alpha Leoninic Acid 在豆豆的病人里面 有研究曾经把那个皮脂拿出去化验 然后就发现里面的Leoninic Acid的比例 其实是比较低一点的 所以这个是否是有一些相关 好像是真的这么有一点点 你必须要吃这些食物 你才能得到这样子的东西 那为什么一直在讲Omega 3 Omega 6 这一些是因为它们是降低发炎反应 因为豆豆它是一个发炎反应 它是一个慢性皮脂腺的发炎反应 所以当你有补充这一些 可以降低发炎反应的食物的时候 就有机会 我今天讲的只是有机会 降低你的豆豆的发生几率 所以你今天你吃食物 你应该要怎么样 你不想要去补充什么鱼油啊 或者是亚麻人子油 亚麻人子油里面有很多的Omega 3 那你不想要用补充的方式 那你就可以多吃一点鱼啊 多吃一点虾啊海鲜之类的东西 它就有富含Omega 3 如果说你今天你都是吃 就是比较稀释的食物 Omega 6会比较高 Omega 3相对就低很多 所以其他的动物性的油脂它会过多 所以你会摄取到 过多的其他比较不好的油脂 这种比较好的油反而没有摄取到 病人常会问我说 今天要补充什么维他命 才会让我皮肤更漂亮 其实补充任何维他命 跟皮肤漂不漂亮有没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 维他命呢分子龙性跟水龙性 水龙性的话你可以爱补充多少就补充多少 如果身体不需要它就随着尿尿就尿出去了 所以像 维他命B群啊 维他命C啊 这些东西 你可以大量吃 你可以大量喝 都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呢 四种维他命它是子龙性的 就是维他命A D E K 好 维他命A这个东西它非常的有名 因为我对这个补充 我没有研究 但是我在临床上却用了很多很多 维他命A的衍生物 最著名的就是口服A酸啦 口服A酸跟外用A酸 这两个它都是维他命A的衍生物 维他命A呢 它对于皮肤的代谢啊 皮肤的降发炎 都是很有帮忙的 所以你适时的补充维他命A 其实也是会有一点点帮忙 但是有在吃口服A酸的人就先不要 不吃A酸 然后它就开始吃很多维他命A的东西 是不是也有Face的办法 No 没有 没有 拜托不行 维他命A它是子龙性的 你不能补充太多 就是这些维他命A D E K 因为它是子龙性 它们会被储存 有时候过多会造成Toxicity 会造成毒性 这个我就没有研究 所以我在这里我就不补充了 但是补充一点点维他命A 应该对皮肤是有一些帮忙的 那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是 维他命D这一个东西 其实是抗发炎 然后可以让我们的皮肤的角质代谢 Turn over 它也常常被用在 比如说我们在治疗肝癌的病人身上 那在治疗痘痘上面到底有没有效呢 其实现在很多人普遍喔 它的维他命D的含量其实都是很低的 所以呢这个你可以测看看 如果说你今天维他命D的含量是小于30以下 你就应该要认真的去补充 那现在的人都不去外面晒太阳 就是吃太多外食吃太多加工食品 这个维他命D的量其实并没有吃到很多 所以这个可以适时的补充 因为当你补充足够了 你也会觉得说你皮肤的发炎反应会降下来 这个就不是维他命了 鑫 铜 然后还有铁 它是微量的重金属 适量的 适量 你吃太多就变成重金属中毒 那这些东西它是会降低发炎反应 所以很多人都会说我吃一点鑫 会降低痘痘的发生率 这个其实也是对的 那鑫在海鲜里面也很多 所以在海鲜里面你可以得到 例如说Omega 3 你也可以得到鑫 所以很建议多吃一点就是深海的 就是没有污染的 例如说鲑鱼之类的 我们都知道吃的食物 它会影响我们痘痘的发生率 但是到底影响多少呢 其实这个还需要再做研究 但是我们观察到 诶 有关系 但是你会说 我真的不吃了牛奶之后 我真的不吃肤质之后 肤质很红 肤质很红啊 就是我没有研究 但是就是听听听大概有听过啦 以现代人来讲很多人对它都过敏 它存在我们太多食物里面 所以大家通通都慢性过敏 然后慢性过敏 它其实它就是一个发炎反应 它会长痘痘 它会让你觉得心情不好 心情郁闷暴躁 然后会让你便秘或是会让你腹泻 这等等这些症状 那所以如果你看了很久的皮肤科医生 你不想吃口服A酸 然后你的痘痘都还一直不好 那你就去试试看 然后你什么东西你都借了 就肤质还没借 那你就去借福祉 陈衍良医师就是大家所说的陈皮医师 他对这个非常有研究 大家可以去看他的文章 他讲了很多这些关于这些东西 就是想要做多少的人就去做多少这样子 那最后呢 压力跟晚睡都会造成痘痘的恶化 它是跟荷尔蒙有关系 当你有压力或是你晚睡的时候 然后你肾上腺素就会不断的升高 那升高之后他会转换变成肋固醇 然后或是转换成testosterone 就是搞固酮 那这些东西他都会去刺激我们的皮脂线 让我们长痘痘 有病人就会问说 啊我朋友压力也很大 为什么他就不会长痘痘 好每一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会长痘痘的人就是会长痘痘 会有百分之五十到八十的人 他会因为你的压力大而变得更恶化 但是你不会长痘痘的人 因为你本身的皮脂线 发育就没有那么旺盛 这个压力大所导致的荷尔蒙的变化 他不会去刺激那个很小的皮脂线 导致痘痘变化 所以他当然不会变恶化 他可能只会冒一个大痘痘 但是你今天你是整脸 全部都是很多很多的皮脂线 你就不要让自己压力大 好这个是庄医师在说痞话 以现代人来讲不要压力大 这件事情是真的很困难 所以我们要尽量想办法去降低我们的压力指数 降低压力指数是什么 运动嘛 冥想嘛 降低压力可以讲另外一集 这里就不要 大家去Google 睡眠这件事情要11点睡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现代人都没有办法 11点睡其实就是跟手机非常的有关系 睡前大概两三个小时你就不要用手机了 可是这一点我觉得我也没有办法做到 现在很多事情 这些事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做到的 就是至少你在睡前 你不要拿着手机还一直看 这个压力跟完睡特别特别的是完睡 跟痘痘是成正正正正正正相关 我们曾经在两三年前还做过一个活动 就是叫大家找睡 痘痘的发生率就会下降 所以不要再玩手机啦 赶快睡觉啦 现在赶快把YouTube关掉啦 关灯睡觉啦 关灯睡觉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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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